手草现在已经是 我们政府都在鼓励用手草 用传统的草制手法草 用手套和不用手套有什么区别 我真的说我的感受 用手套的好处 比光着手草要好多 好许多 能够把这个茶叶加工得更好 为什么呢 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的手的肉不能碰到锅子了 你碰到锅子也不会感觉到很烫一下 我这个力就用不下去了 有时候这个茶叶要用力了 它这个干度在这里 一定要用力压的时候 如果你不戴手套 你有温度了 要压下去的时候 你没有温度 它这个茶叶就碎掉了 茶叶的干度要配合 茶叶的温度要配合 就是用下去的力度 你这个茶叶才能够炒到尾 炒得好 你如果没有一定的力度 没有一定的温度 像你们空了拉去抓抓 本身就很干的茶叶了 它就碎掉了 是不是 所以你戴着手套 你就可以把这个力度用到 比方用到个十分 你不戴手套 关个手 碰了 你手受不了了 我只能用个五分厘 六分厘 力度不够 它这个茶叶的形状就不够 平扁度就不够 它就是这个最大区别 二 三